三个儿女我把财产分三分 他们说我偏心 直到我拿出本子 没人吭声 家里多子女 人老了家里的财产怎么分 有些老人会按照儿女的家庭条件来分配 家庭条件好的儿女少分 条件不好的儿女多分 有些老人会平均分配 不管儿女家庭条件是否好 父母都应该一碗水端平 还有些老人两种方法都不取 反而是自己的心里有感称 蒋大爷今年72岁 他有三个儿女 他把自己的财产分成了三分 分配的原则就是自己心里的那感称 儿子说蒋大爷不公平 蒋大爷也不气恼 只是丢出来一个本子 儿子看了之后 再也不敢吭声 蒋大爷自述 我今年77岁 年轻的时候 是钢铁厂的工程师 后来办理了停薪留职 被请到了私企去工作 我运气不错 在私企那几年 钢铁厂的发展非常好 我的工资也是水涨船高 十几年前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多 那几年我确实挣下了不少钱 买了两套房 还有一部分存款 也给自己补缴了养老保险 虽然钱不多 但是现在退休后 也能领三千多元 两个女儿当年 都只读到了初中毕业 就被我带到了厂里工作 二十年前 我给大女婿借了五万元 她办了一家钢材加工厂 大女婿挺会做生意 这些年生意不错 一年收入也不少 大女婿和大女儿 都比较孝顺 给我买的东西最多 平时有事跑医院 也是大女儿来的次数最多 二女儿结婚 我并没有给多少帮助 后来二女婿要开店 我给了三万元 不过她这人不行 店没有开起来 还赔了不少钱 平时我们夫妻有事 二女儿偶尔也回来 不过这孩子就是嘴甜 出力少 儿子最小 我供他读了大学 平时在身边的时间也少 一般有事 都是打电话才回来 除了逢年过节 很少回来 七年前 老伴心梗 做了手术 一共花了十五万 我自己出了七万 儿子出了五万 两个女儿老大两万 老二一万 不过老伴住院 全程是老大在医院照顾 老二回去换老大 儿子儿媳 都是有时间过去看看 去年老伴 突发脑梗走了 他走后就剩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寂寞 就想着让儿女们 带着孙子回来陪我 老大家两个孩子 一个工作 一个读大学 老二家的孩子 都在上高中 孙子上小学 平时根本没时间 到了周末 都是老大会带上水果 和零食来看我 儿子每次回家 都是空手回 每次带着孙子走的时候 我还得给孙子买些零食 其实我有退休金 也不在乎这些事 人老了 总是感觉身体不得尽 有时候头疼 有时候背疼 一旦身体不舒服 我就喜欢跑医院 儿子没有时间 都是大女儿陪我 儿子没有时间陪我 二女儿时间也少 两个孩子上学 大女儿不但要陪我 很多时候 也是她出医药费 所以一有病 经常是大女儿 带我去医院 又出钱又出力 去年 我不小心摔断了腿 小腿骨折 只能躺在床上 每天不能出去 来回上厕所 要大女婿抱着去 本来打算去儿子家养病 儿子和儿媳 都要上班 还有上幼儿园的孙子 想来想去 觉得去了 也没人照顾 还是留在自己家里 让大女儿 每天上门照顾 大女婿 晚上睡到我家里 我的腿痒了三个多月 女儿每天要给我按摩 后面慢慢恢复 也是她陪着我 小区里慢走散步 年轻的时候 我和老伴都在农村 那时候是一心 想生儿子 总是觉得有了儿子 人才能抬得起头 为了儿子 我们还有个女儿 送给了亲戚啊 但是等我老了才发现 有时候 有些事情 不能太执着 尤其是生了几次病后 都是女儿在身边照顾 农村老家的规矩 是家里的财产都给儿子 女儿毕竟是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但是我想了想 还是觉得不太好 为了避免我走后 孩子们为了遗产 弄得不好看 也是怕大家都默认 这些东西都是儿子的 我过72岁生日时 把孩子们叫到一起 说了我的遗产分配计划 我对他们说 家里的房子一个两居室 一个三居室 两居室的给大女儿 三居室的给儿子 至于二女儿 以后我老了身上存款给二女儿 我身上存款只有三十万 每个月还有退休金 只要我身体好 应该还能攒下钱 不过这些钱 也是我的养老钱 以后生病 住院都花着存款 至于二女儿继承的 剩多少就给她多少 听了我的话 三个孩子都是沉默不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我也不说破 就等着他们自己提出来 儿子十分不满意地说 爸 老家的规矩 财产都给儿子 我可以不要存款 这两套房都得给我吧 听了儿子的话 二女儿有些生气地问我 爸 同样是女儿 为什么大姐可以分房子 只给我给存款 还是剩多少给多少 只有老大不吭声 听了两个孩子的话 我也不和他们废话 直接拿出了我自己 常年带在身边的小本子 我把本子放在桌子上 让三个孩子轮流看 这个本子上 记录着这些年来 每个孩子逢年过节 带过来的礼品 给我的红包 以及我和老伴 祝愿孩子们出了多少钱 陪床几天 都记得清清楚楚 儿子每次来医院的次数最少 但不管是我住院 还是老伴住院 都是出钱最多的那个人 大女儿 每次都是出钱又出力 付出的也不比儿子少 只有二女儿 每次来医院次数最少 每次出钱 也是最少的那一个 她有自己的店 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这些我都理解 也不强求 但是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 在我看来 付出最少的子女 当然应该获得最少 儿子毕竟是家里男孩子 家里的大房子给儿子 大女儿每次是出钱出力 都是她 我把小房子给她 至于二女儿 她出钱出力都少 我身后的存款 以后就给她 我拿出本子 钱子和女儿是 满脸不高兴 等我拿出本子后 三个人轮流翻看了 这十年来 他们给这个家里的付出 都不吭声了 我知道我这做法 看起来不公平 但是实质本就有长有短 儿女自然有孝顺的 也有不孝顺的 公平的对待 对付出多的本身 就是不公平 所以不管他们高不高兴 我都坚持自己的主意 故事 七十岁大爷感叹 费尽心思 找了三个二婚老伴 结果 却一个都没留住 七十岁的廖大爷 他说 自从八年前 妻子因病去世之后 他前前后后 总共找了五个二婚老伴 可也不知道为啥 这五个二婚老伴 最终都离开了他 他觉得自己对他们不薄 可林了却一个都没留住 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廖大爷 我今年七十岁 八年前 我的妻子死于乳腺癌 他临终前死死拉着我的手 哭着说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们的独生女儿 女儿自从离婚后 就独自带着十一岁的儿子 艰难度日 老伴为了省下钱贴补女儿 就连看病的钱都舍不得花 根本没有按照医生说的方案 好好治疗 最终导致癌症转移 而撒手人寰 妻子的临终遗言 就是让我一定要保护好家里的财产 他说家里的房产 和所有的钱财 全部都要留给女儿 绝对不容许他一生的心血外流 他说如果我要找二婚老伴 也绝对不允许把钱给二婚老伴花 他说女儿日子过得不容易 不能因为贪图享受 就致女儿的困难于不顾 妻子的慈母之心让我为之动容 我紧紧握着妻子的手 哭着向他保证 我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钱给外人花 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女儿 妻子听完我的保证 终于长舒一口气 缓缓地闭上眼睛 永远地沉睡过去 妻子去世之后 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了妻子的陪伴 我的心里整天空落落的 我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男人 为了摆脱孤独感 妻子去世不久 我就开启了相亲之旅 如果不找个女人陪伴 让我每天一个人面对漫漫长夜 那简直比死还难受 我的个人条件不错 虽然我老了 但看起来依然精神头十足 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帅 现在依然是个帅老头 我说话风趣 很会打扮自己 虽然买的衣服不贵 但总是穿得干干净净 每个和我相亲的女人 都对我很有好感 她们在和我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欣然同意和我过日子 她们非常喜欢我讨喜的性格 说我总是能够把她们逗得哈哈大笑 每个人都希望和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人在一起 特别是人到老年 就越发需要一些快乐因素 以调节自己默契沉沉的老年生活 她们了解我之后 就再也不愿意离开我 说我能够给她们带来快乐 感觉和我在一起时间过得太快 我的第一个二婚老半性好 她比我小五岁 她和我一样 都是丧偶单身 她的独生儿子已经成家生子 孩子由丈母娘带着 她和我初次见面就爱上了我 说我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她深深地被我吸引 既然两个人都互相有好感 我俩就只争朝夕 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 我俩在婚后 她就搬到我的二居室 我俩的日子非常幸福 完全可以用秦色和名来形容 老好是个不缺钱的种 她的退休工资很高 儿子也不需要她贴补 她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更加重要 所以她从来不会开口 找我要钱 她甚至经常主动给我购买衣物 说我长得那么帅 不穿点好衣服 简直就是暴虐天物 老好的做派非常贴合我的的初衷 绝对不能给二婚老伴花钱 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那么好 一下子就找到这么合心意的老伴 让我总是暗自欣喜 可好景不长 我的幸福终被一个意外给打破 妻子的丈母娘得了癌症 不能再帮忙带孩子 妻子只好求助老好 希望老好能够给帮带孙子 既然是自己的亲孙子 老好自然是义不容辞 她收拾了随身衣物 就要去儿子家帮忙 我拦着她不让去 说她走了我咋办 她说如果我不让她帮带孙子 她就要和我离婚 她说自己的亲孙子远比我重要 如果我硬要阻拦她去儿子家帮带孙子 那么我们就只有离婚 我说离就离 谁怕谁 就这样 我和老好很快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其实我并不爱老好 之所以选择她再婚 只不过是因为她不会花我的钱而已 如今她走了就走了 我的心里毫无波澜 离婚后 我又开始了相亲之旅 我的第二任老伴姓叶 比我的第一任老伴年轻七八岁 她长得比第一任老伴好看多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 就被她的美貌折服 发誓要让她做我的女人 老叶哪哪都好 唯一不好的就是太爱钱 她和我再婚的唯一条件 就是让我每月给她二千元钱 由她自己存着 她说自己没有养老保险 我给她的钱 她会全部存下来 当作养老使用 我绝对不可能给二婚老伴花钱 但我也不舍得放老叶走 非常渴望能和她共同生活 为了达到目的 我假装答应她的要求 心想先把她娶回家 以后再做打算 老叶见我同意每月给她两千 就欢欢喜喜地和我拿了结婚证 正是过起了日子 毕竟我没打算给老叶钱 心里总觉得对她有亏欠 所以我就对她特别好 在家里不让她做任何事情 我每天都会把饭菜做好 直接端到她的手上 晚上我会给她打来洗脚水 亲自给她搓脚 让她感觉舒适 我把老叶宠成了公主 希望她能看在我对她百般呵护的份上 不要离开我 一个月很快过去 就到了我承诺给老叶二千元钱的日子 当老叶问起时 我就故意耍赖 说手里的钱全部存了定期 如果取出来就会损失利息 我让他等着 说存折到期后 我绝对会全部付给他 老叶是个精明人 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他说我婚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如今和我结了婚 我就改了语气 他说我每个月七八千的退休金 怎么可能拿不出二千块 我见再也抵赖不过去 就说了实话 说妻子临终前一再嘱托我 我的财产全部要留给女儿 绝对不能给别的女人花 我对妻子做过承诺 根本不可能每月给你两千 她听我这样说 气得狠狠地捶了我好几拳 她说我一大把子年纪 怎么就没个谱 明明做不到的事情 还红口白牙地答应她 害她白白结了一次婚 还得再离 我听她说要离婚 扑通一下就给她跪下 我说自己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她 虽然我不能给她钱花 但是我会一辈子对她好 绝对会让她幸福 虽然我跪下来恳求她不要离婚 她也并未为之动容 她只是不懈地斜瞥了我一眼 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害得她受了我的欺骗 我的第二任二婚老伴走得特别干脆 对我没有丝毫留恋 痛定思痛之后 我又找到了第三任二婚老伴 我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之后 发誓绝对不再找穷女人做我的二婚老伴 因为女人一穷 她就会希望得到男人的金钱 以弥补她缺钱的心理 我的第三任二婚老伴姓李 她比前两任都有钱 她和我再婚的唯一条件 就是我必须好好陪伴她 照顾她 她说自己最在乎的不是金钱 而是来自枕边人的关心和爱护 那样才能让她获得幸福感受 只要她不找我要钱 我啥都能答应 不就是照顾和陪伴吗 那能有多难 我爽快答应了她的要求 痛痛快快地和她拿了结婚证 开启了我的第三次再婚生活 她不愿意住我的房子 说我的房子没她的房子大气 她的房子是富士楼 楼上住着妓子一家三口 我俩住在楼下 我原本不愿意住到她家里 认为和妓子住在一起太拘束 远没有在自己家里自由自在 可她死活不愿意住我的两居室 说那么小的房子 她一天都带不下去 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搬到她那里去住 那我俩就分居 我心想这哪成 好不容易找了个二婚老伴 却还得一个人独守空房 那可不行 于是我赶紧收拾了衣服 就搬到她家 搬过去才知道 原来我只是免费的保姆 不仅如此 我还得无条件服从她所有家庭成员 她之所以和我再婚 只不过是因为我炒菜好吃 我有祖传的炒菜手艺 特别是炒湖南菜 那味道 简直就是绝了 自从她和我在婚前 品尝过我炒的菜之后 就下决定要和我再婚 好天天吃到我炒的美味佳肴 她说我炒菜的水平 绝对盖过专业的厨师 如果能够天天吃到我炒的菜 那才真的是有口福 虽然我炒菜好吃 但是我比较懒 不愿意天天做饭 但如果我不做饭 估计老李也不可能选择我 为了能留住第三段婚姻 我只好免为其难地拿起炒勺 做起了他们一家人的专职厨师 老李虽然不贪财 但他性格太强势 和我在一起 他的话就是圣旨 绝对不容许我反驳 他让我往东 我就绝对不能向西 哪怕是我想下楼六个弯 也得征求他的同意 否则我就绝对不能出那个大门 自从我和老李再婚之后 就成为了他的私有财产 我的一举一动 都得看他的眼色形式 如果我稍有违抗 他的脸就拉得老长 让我不寒而栗 妻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看我的眼神犀利 仿佛我是一个入侵者 哪怕我把饭菜做得色香味型俱佳 也得不到他一句夸奖 他只是默默地吃饭 和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聊天 整个吃饭过程中 都不会多看我一眼 那次我刚把饭菜端上桌 老李的孙子故意用尽 剁我的脚趾尖 我疼得一裂切 手里的菜就滑到了地上 老李见我把菜打翻在地 根本不关心我疼不疼 他只是一个劲地责怪我 让我赶紧重新去炒一盘 我脚疼得钻心 哪里顾得上炒菜 我点着脚 慢慢挪到沙发上坐下 准备缓缓受伤的脚趾 谁知老李根本不容许我坐下 他强硬地逼着我赶紧去炒菜 说如果他儿子和儿媳下班回家没饭吃 就要拿我试问 我看着老李凶神恶煞的表情 一下子没忍住 就一屁股坐到地上 放声大哭起来 想想我在老李家过的这些憋屈日子 我就替自己感到不值 我每天都要辛辛苦苦地准备饭菜 当我被老李的孙子弄伤之后 老李不仅不心疼我 反而逼着我去做事 我不知自己造了什么孽 要忍受这么大的委屈 老李虽然见我哭得伤心 也没安慰我一句 他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我 反而大发雷霆 说我这样子鬼哭狼嚎 会被邻居们听见 会笑话他一大家子 他说 你还是回自己家吧 我这里已经容不下你 既然老李已经对我下了逐客令 我就不得不走 如果我不走 老李就会指使他 长得五大三粗的妓子 用武力将我赶出家门 就这样我彻底失去了三位二婚老伴 每段感情我都付出了真心 得到的却是一次次被离弃 我也不知道原因出现在哪里 我只能怪自己运气太差 我相信我的第四次再婚 一定不会和前三次那样不堪 毕竟一个人的运气 不会永远那么差 我期盼着第四位二婚老伴的到来 能够和他一起幸福地安度晚年 接触于 我们每一个人 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适可而止 老年人再婚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能因为急于摆脱孤身一人的局面 就饥不择食 寒不择衣 匆忙进入再婚 这样仓促地再婚 幸福的几率渺茫 老年人再婚不易 所以更应该坚持宁缺无烂的原则 如果有幸遇到合适的二婚伴侣 在双方经过充分的了解和磨合之后 再步入再婚不迟 出婚不易 再婚更不易 如果想要幸福 就一定要努力学习幸福的关键要素 并付诸行动 方可成就幸福的二婚生活 而媳妇拒绝给婆婆养老 愤怒直言 要么也养老 要么搬去你女儿家 在一个家庭关系中 较为亲密的成员往往包括了伴侣 儿女、父母、兄妹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组成的部分 才会让一家人的生活充满爱 充满热闹 充满人情味 可往往在在一些现实的生活中 很多的人 却因为处理不好家庭关系成员之间的关系 无法处理好亲疏远近 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矛盾 争执 从而影响了一家人的关系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从结婚开始 那么这些关系便会充满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婆媳矛盾 还是姑嫂矛盾 甚至是夫妻矛盾 都会成为影响婚姻质量 影响感情交往的地方 一味的妥协可能会让自己越过越难 反而有时候强势一点 却能够得到对方的尊重 而媳妇拒绝给婆婆养老 愤怒直言 要么一养老 要么搬去你女儿家陈小华 的事情 陈小华跟丈夫老林结婚 已经十年了 当初结婚的时候 陈小华就是看中了老林的孝顺 老实 这才放心地将自己托付给了她 在刚结婚的时候 陈小华对于婚姻充满着期待 也对公婆也都充满着尊重 因为当初结婚之后并没有买新房子 而是跟着公婆一块居住 吃住都在一起的日子一长 就很容易导致生活中的矛盾 毕竟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习惯 以及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 所以就导致了后来 陈小华与公婆的关系渐行渐远 搬家是在陈小华怀孕的时候 提出来的 也是为了孩子以后的读书的事情 所以跟老林商量之后 也是东拼西凑地 购置了一套房子 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 尽管说买房是夫妻俩的事情 当初陈小华也问自己的父母借了钱 老林也跟父母借了钱 但是对要买房子 搬出去住的这件事情上面 大姑子成为了最大的阻碍了 陈小华只是让丈夫跟公婆借五万块钱 日后一定会还的 可是大姑子却在公开场合 跟大家说 你们就住在爸妈这里挺好的 咱们县城又不大 你们住在这里还能给爸妈养老 况且你们住在这里 爸妈还能给你们带带娃 给你们做做饭 我要是住在家里的话 我肯定不搬出去 花钱还不讨好 面对大姑子的说法 当时的婆婆自然也是这样想的 也一直在背后劝说 陈小华的丈夫不要买房子 最后是因为陈小华跟婆婆 与大姑子吵了一架 要带着孩子自己回娘家 凑钱自己买 这才在最后买了新房子 可在搬出去之后 还是离不开婆婆 自从怀孕坐月子 孩子出生之后的带娃的事情 都是陈小华的婆婆帮助的 毕竟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而婆婆照顾坐月子的儿媳妇 帮助儿媳妇带娃 也都是普遍存在的事情 就这样一同过去了三年 即便是如此 陈小华对于自己的婆婆 依旧没有任何一点的感恩之心 一切都源自于她的大姑子 丈夫老林还有一个姐姐 只比她大了几天 在当初陈小华嫁过去的时候 这个大姑子就已经出嫁了 平常的接触也并不算多 只有逢年过节 大姑子一家人回家的时候 才会接触得到 感情也并不是很深 期间婆婆也一直都是一贯一家之主的态度 经常指使陈小华做这做那的 还经常在背后说 让老林的钱自己攒着 不要都给陈小华 这些事情都被陈小华记在了心里 婆媳之间的关系越变越差 在婆婆结束带娃准备回家的时候 大姑子又一次开始出谋划策了 当着全家人的面跟陈小华说 小华 妈替你照顾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你给了妈多少钱啊 带孩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陈小华当时也下不来台 因为他并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也就不存在给婆婆钱了 而是尴尬地笑着说 这不是妈的亲孙子吗 回头就给准备点给妈 不料大姑子却依旧继续地说 现在请个保姆一个月都得三四千 你这起码得给妈三万块钱啊 你可别让咱妈心寒 局面当时闹得很僵 最后还是陈小华的丈夫打了打圆场 这才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了 至于大姑子所说的三万块钱的事情 陈小华本不愿意给 跟丈夫说 以后养老还得靠我们了 况且都是一家人 是你亲妈 还是儿子的亲奶奶 有必要算得那么轻吗 可是丈夫老林却说 妈也不容易 况且我姐也都说了 白给咱们带了三年的孩子 不给一点也不合适 没事就给三万块钱吧 老林的态度也挺坚决的 一家人中只有陈小华不愿意给 最后给了婆婆之后 婆婆也照收不误 并没有拒绝 让陈小华心里觉得自己在家里 就是个外人 一家人对他都不放心 这些种种的事情也都让陈小华 对婆婆以及大姑子的感情不是很好 在公共去世之后 婆婆的养老问题成为了一家人的重中之重 在家庭聚会上 婆婆提出了要去陈小华家里养老的事情 并说这是一家正常的事情 养儿防老 现在老了自然要去儿子家里住的 至于女儿家里就不过去了 不合适 陈小华却直接拒绝了 说那不行 女儿也是你的女儿 也得给您承担起养老的责任 大姑子在一旁十分地不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见过谁家的母亲 到了晚年不去儿子家里养老 去女儿家里的 你妈也没有说要来你家里养老 不去你弟家里养老吧 陈小华说 咱家的情况不一样 我给妈养老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况且我家情况困难 我身体不好 给妈养不起老 大姑子又说 咱家情况怎么不一样了 你给妈养过几年 是妈给你带了三年孩子 你还身体不好 你才几岁啊 陈小华不紧不慢地说 从我嫁到这个家到现在 起码挤养了六年了 刚嫁过来那几年 我养了全家 每天的活都是我干的 上班回来还得洗碗筷 早上还得给家里做饭 再说妈带娃那几年 眼里除了孩子 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你问问妈 当时带娃的时候 是不是我伺候一家人 刚出了月子就要干活 做饭 洗碗 带娃 况且最后 是不是还给了妈三万块钱 婆婆这时候也说起来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不打算给我养老了吗 陈小华说 A给您养老 轮流住着养老 要么你住在我们家里养老 但是大姑子 她每个月给我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 用作您养老的日常开销 也算是给您养老的表现了 大姑子却说 妈多大年纪了 一个月能花那么多钱 就算花钱也是花我弟的 不是花你的 老林眼瞅着一家人 又要吵起来了 就让陈小华不要再说了 把妈接到家里养老来 婆婆也说 行了 别闹了 我有钱 就算要花钱 也是花我儿子的 不花你的 可是陈小华一点都不认输 直言 要么也照顾你 要么搬去你女儿家住 我受不起 其他一概不谈 老林你要是不同意 那你把妈接过来住 我带着孩子搬出去住 咱们各过各的 说完之后 陈小华就离开了 这次的她态度很坚决 而留下了婆婆大姑子 跟老林三个人面面相去 以前刚结婚的时候 婆婆可能还会在身边 劝儿子离婚 可是现在却不会了 而如今面对陈小华的态度 她也没有办法再去劝说 让儿子离婚了 而另外一边的大姑子 也没有以前那么强硬的态度 而是跟老林说 要不你回去 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毕竟妈以后 还得住你们家里了 实在不行了 那我一个月给一千块钱 同意了她 别最后闹得妈 连养老的地方都没有 毕竟家里还有你在了 我要是把妈接过去养老 估计你姐夫也不乐意 她爸妈还等着搬过来了 老林也默不作声 压垮这段婚姻的 从来都不是一件事 而是一系列的事情导致的 婆家人的态度 陈小华的无奈 大姑子的心思 婆婆的强势 再加上老林的沉默 很多矛盾以及争吵 都是在这些小事情中 渐渐地累积 放大 最后成为了彼此心中的疙瘩 想要解开很难 而媳妇作为家里后 加入进来的成员 并未有血缘关系的维系 而是因为丈夫的联系 成为的一家人 所以无论是婆婆也好 还是大姑子也好 都应该尊重对方 理解对方 互相换位思考 才可以更好地培养出 真的感情 才可以避免后续 可能会出现的矛盾 结语 所谓的一家人 并不是指名义上的一家人 更是日常生活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家人 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 互相地照顾 这才是最重要的 见过很多婆媳相处 不愉快的 而在这些不愉快的 婆媳关系中 最大的矛盾便是互不理解 也不愿意去沟通 一沟通就要争吵 一争吵就影响了感情 最后让感情渐行渐远 所以说 在一家人的生活中 对待儿媳妇 也要有足够多的尊重 以及理解 将心比心 才可以让生活 朝着更好的方向走 同学请我吃饭 可去到那里看到 桌上的菜时 我尴尬地想逃走 同学借我一千块 只还了我八百 得知原因后 我义无反顾地拉黑她 老公却说我格局小 可我觉得我没有错 有天我正在厨房里做饭 同学一个电话打来 说他正在我楼下的餐厅吃饭 叫我出来句一句 想着有人请吃大餐 我肯定不客气 没想到来到餐厅后 我居然看到同学 和她的几个同事坐在一起 才知道他们在聚餐 同学叫我来 也只是客套话而已 看着桌上的菜 已经吃到一半的样子 因每一碗 都有动过筷子的痕迹 为此我心里很失望 想着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在家跟家人吃饭多开心 可是为了给同学面子 我还是压抑住心中的伤感 尴尬地坐下了 饭桌上 同学和她的几个同事 有说有笑聊着工作上的事 完全忽略的我的存在 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尴尬地低着头吃饭 酒足饭饱后 同学的几个同事都走了 只剩下我们俩在最后 同学说 本来不想叫我的 可是想着就在我家门口 不叫我又不好意思 说他们都走了 我们再坐一会儿喝两杯 同学问我好久不见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而我问她 最近她婆婆身体好点没 说上次生病住院了 严不严重 结果同学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千块 说这是上次借我的钱 差点忘记还了 我说不用急 没有以后再说吧 结果同学数了一下 递给了我八百块 说今晚大家一起聚餐 都是一致的 总共消费了一千六百块 平均每人二百 说之前欠我一千元 现在还我八百没错吧 我尴尬地笑着说 没错没错 记忆回到了三个月前的一天 同学突然打我的电话 说她婆婆在医院住院 要交一千块钱的押金 她忘带钱了 让我帮忙先电一下 说等回去马上给还给我 于是我二话不说 把一千元转给的了同学 后来同学再也没提起这件事 我脸皮薄也不好问 还钱的事情就这样被耽误了 没想到三个月后 同学居然打电话叫我去吃饭 我还以为他准备还钱给我 顺便感谢我列 结果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的性格是那种很能忍的人 最终还是强颜欢笑 把心中的怒火压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 我越想越伤感 觉得同学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我好心借钱给他 可他请我吃餐饭都舍不得钱 二百块还要从我这一千块里面扣 实在是太抠门了 于是我拿出手机 义无反顾地拉黑了同学的号码 回去以后 老公调侃地问我 同学请我吃了什么 我苦笑说 都是我自己掏的钱没意思 结果老公不停地追问 我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主要是我心里堵得慌 差点就气哭了 结果老公说我格局小 说我那个同学应该是没钱吧 就体谅一下了 再说吃饭 也知也是好的习惯 无可厚非的 不要总想着占别人便宜 此时我才想起同学的家境 他的婆婆生病瘫痪在床 老公常年在外打工 一年回来不了两次 他不仅要照顾老人 还要照顾孩子 家里的大事小事 都靠他一个人支撑着 想想我是不是做错了 难道真的是我格局小了吗 于是我想办法 悄悄地把同学的号码 重新找回来了 希望不要被他知道 否则真的好尴尬 但是我想想 其实我也没有错 当初我好心好意 借钱给他 他不该请我吃餐饭吗 可我还是赞同老公的想法 做人要放宽格局 不要斤斤计较 别人做不好 那是他的事 但我们要做好自己 故事 六十岁女人 次后八十三岁 瘫痪母亲 不到三个月就崩溃 我比病人还痛苦 都说酒病床前 无孝子 可是当事人的苦 又有谁能够感同身受呢 六十岁的方阿姨说 自从她的母亲 得了重病 导致瘫痪在床之后 她就尝尽了生活的苦 以前方阿姨 一直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对寡居的母亲 有求必应 母女之间的感情 非常好 可是 自从将瘫痪的母亲 接到自家照顾之后 仅仅过了三个月 方阿姨就失去了 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婚姻 和母亲的关系 也急剧恶化 让她很是苦恼 方阿姨说 现在的她 每天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虽然生病的是母亲 可是 方阿姨认为 无论是心灵 还是身体 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远远地超过了母亲 方阿姨 我今年六十岁 老伴今年六十三岁 退休以前 我是纺织厂的女工 每天超强度的工作 早就让我的身体 不堪重负 虽然身体状况欠佳 但是 贫困的家境 不允许我辞职修养 我只能紧咬牙关 在岗位上坚持工作 心想 只要熬到了五十岁 办理了退休手续 我就可以好好地 调养身体 抱着这样的信念 才让我一直坚持 到了退休的那一天 我原本打算着 在退休以后 去医院的中医科 做康复治疗 每天去公园里 打太极拳 保证规律的作息 这样我的身体 就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 可是 好日子还没过几天 就得到了母亲重病的消息 母亲得了脑瘤 脑瘤压迫了神经 导致她再也无法走路 人也变得痴痴傻傻的 完全没办法 与人正常交流 医生说 母亲脑袋里面的瘤子 如果不做手术切除 时间一长 就会威胁生命 并且 即使做了手术 保住了母亲的生命 也无法保证 母亲能够正常走路 与人无障碍交流与沟通 尽管如此 我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 给母亲做手术 我的父亲早逝 母亲独自一人 将我抚养长大 如今她到了生命的危急关头 我怎么可能放弃治疗呢 我交了住院费 让母亲做了手术 可是 即使我拼尽了全力 奇迹也并未出现 母亲做了手术之后 命虽然保住了 却永远地留下了瘫痪和痴呆的后遗症 自从母亲瘫痪之后 我就将母亲接到了自己的家里照顾 由于老伴还未退休 我只能一个人照顾母亲 我不仅要给母亲做三顿饭 还得喂给她吃 她还总是在家里大吵打闹 让我不仅身体受累 精神也很累 母亲不仅需要 让我二十四小时伺候 她还总是额外给我添乱 家里的事情那么多 我不可能一天 二十四小时守在她的身边 母亲就像是故意 跟我作对一样 只要我离开 她就会迅速将成人 纸尿裤给扯下来 将大小便弄得满房间都是 这样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每次清洗母亲弄脏的床铺 还有墙面和地面上的污迹 都让我感觉很崩溃 感觉这样的生活 毫无意义 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我每天都承受着身体和精神 双方面的痛苦 还得不到老伴的理解 老伴总是对我说 母亲在我们家里住着 已经严重地干扰到 她的工作和生活 她说 母亲将家里弄得到处 都是大小便 在这样的环境里 她连饭都吃不尽 母亲一到深更半夜就犯病 在家里大吵大闹 严重地影响了她的睡眠 她让我将母亲送去养老院 还给她一个清静的休息环境 老伴的抱怨 我能够理解 老伴工作的压力很大 如果在家里 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势必会影响到她的工作 老伴不是坏人 当初将母亲接回家的时候 还是老伴和我一起 开车将母亲接回来的 她也想和我一起 好好地孝敬母亲 和我的母亲和睦相处 可是 理想和现实 毕竟是两回事 母亲和我们共同生活 导致老伴长期睡眠不足 由于精神压力过大 她在工作上 出现了很大的差错 不仅受了处分 连车间主任的官弦 都没保住 为此 老伴得了抑郁症 在医院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慢慢地恢复了一点精气神 出院以后 老伴就正式通知我 要么将母亲送进养老院 要么我俩就离婚 母亲这样的情形 我怎么忍心将她送进养老院里呢 母亲脑子不清醒 即使受了欺负 她也说不出来 既然连我都无法忍受 照顾母亲的繁琐 那么 她住在养老院里 又怎么可能得到善待呢 我不同意将母亲送进养老院 老伴坚决跟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家里的房子 是老伴的父母 留给她的遗产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离婚后 我和母亲一起 搬回母亲那个破旧的老房子里 房子是八十年代 单位分的职工宿舍 由于年久失修 屋子里四处漏风 冬天冷 夏天热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我的心情变得很差很差 我给老伴打电话诉苦 说我和母亲住在四处漏风的屋子里 总是感冒 我哀求老伴 让她跟我复婚 我要带着母亲回家 住在自家舒适的房子里 老伴说 如果我想回家 前提是必须将母亲送进养老院 否则她坚决不会同意和我复婚 如果她对我心软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那样她就会抑郁症复发 工作都很可能保不住 我告诉老伴 我不可能将母亲送进养老院 她生我养我 我怎能看着她去养老院里受苦呢 听到我这样说 老伴长叹了一口气 说既然如此 我俩的缘分已尽 老伴给了我十万块钱 让我拿着这些钱 将家里翻修一下 只要屋子里不通风 就仍然能够住人 说到最后 她告诉我 不久的将来 她会找个老伴再婚 她不能因为我的母亲 就放弃了晚年的幸福生活 挂断电话 我只觉得 万念俱灰 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 我不仅失去了幸福的婚姻 还不能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 虽然我退休了 却连去医院看病的时间都没有 天天都感到身心俱疲 幸好有老伴给我的十万块钱 让我得以将房子重新翻修了一下 否则 我的日子过得还要凄惨 这样的日子 我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只是麻木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从来都不敢奢望未来 由于没时间看病 没时间好好调养自己的身体 我身体里的隐疾 每天都在折磨着我 让我每天都不得不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我一天24小时都守候在母亲身边 就连买菜 也是从网上订 让人送菜上门 我在母亲的房间里装了监控 做事的时候 眼睛不停地盯着手机上面的监控软件 只要母亲有扯纸尿库的动作 我就赶紧冲过去制止 在家里 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是打仗一样 只想赶快将手上的活干完 这样就能够待在母亲身边 制止她扯纸尿库 每次洗澡的时候 我都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 两三分钟就完事 生怕多洗了一会儿 母亲又将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 我又得好一顿收拾 由于长期瘫痪在床 母亲的情绪越来越烦躁 情绪激动的时候 给我挤巴掌 将我推倒在地 这都是生活中 经常发生的事情 除了瘫痪 痴呆和烦躁 母亲的身体 没有其他任何毛病 母亲的饭量很大 天天都能吃能睡的 脸上泛着红韵 不出意外的话 她肯定能活一百多岁 我的身体 比母亲的身体差多了 我估计 等我将母亲伺候到百年 我也就到了寿终就寝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这一辈子 活得可真不值 前半生 我为了生存 从未享受过生活 后半生 我为了伺候 瘫痪在床的母亲 仍然没有时间 享受生活 这一辈子 我从未为自己活过 全都是为了别人而活 每当我感到崩溃的时候 总是会想 当初我明知道 母亲即使做了手术 也大概率会瘫痪在床 我仍然坚定地选择 给母亲做手术 这样的选择 究竟是对还是错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长时间被痛苦折磨 不如忍住短暂的痛苦 宁可痛苦一时 也不要痛苦一世 而我 现在就面临着痛苦一世的折磨 想想就觉得很崩溃 给女儿陪嫁一套房 三十万银行卡 五十六岁阿姨 和亲家吃顿饭老伴说退婚 我是高兰英 今年五十八岁 退休多年 老伴比我大五岁 也退休了 我们两个人 每月有一万三千多的退休工资 独生女儿也参加工作好几年 月薪六千多 女儿跟男友谈了一年 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亲家夫妻电话预约在一起吃顿饭 商议孩子们的婚事 这是我退休后最高兴的事情 做父母的都想子女有个好的归宿 女儿的男友跟他在一个单位上班 比女儿大三岁 父母也是同城的退休老人 我觉得既然都是退休老人 应该更好沟通 况且我和老伴早就给女儿准备好了嫁妆 一套全款的三居室电梯房 还有三十万的银行卡 房子是我们很早就投资了 现在出租 存款由女儿每月上交的三千生活费 还有我们给她的补贴 虽然我们家是女儿 但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是不会亏待女儿的 老伴让我不要着急 把女儿的嫁妆告诉女儿 也不要在与亲家见面时说出来 先听听对方如何安排 二 周末 亲家夫妻给我们电话 说已经在我们家附近的酒店里等我们 女儿开车带我们一起赶过去 虽然跟亲家夫妻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却发现亲家公派头很大 既没站起来迎接我们 还一直沉着脸 似乎谁欠她钱一样 再看看旁边的亲家母 一脸讨好式的微笑 一边跟我们打招呼 拉家常 一边还要照顾亲家公 一会儿给倒水 一会儿给拿烟灰缸 亲家母客气地拿着菜谱 想让我们点菜 亲家公一把夺过去 横了亲家母一眼 小声嘟囔了一句 懂不懂礼节啊 今天咱们请客 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亲家公又说了亲家母一句 一点眼力都没有 给客人倒茶去啊 随后又用眼睛瞪了亲家母 才低下头选菜 亲家母看茶壶里的水不多了 站起来去拿水瓶往茶壶里倒水 谁知不小心撒到亲家公手上 亲家公养手就想给亲家母一下 可能是意识到我们在 愤怒地骂了亲家母一句 你瞎呀 我以为未来女婿会站起来 给自己的母亲解围 谁知她也一旁 随着父亲的样子 说自己的母亲 而亲家母一脸唯唯诺诺的样子 一个劲地跟他们说自己不好 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 别在意 他们就这脾气 没有坏心眼 这顿饭吃得非常尴尬 我和老伴不知道该如何跟亲家夫妻闲聊 一直看着亲家公跟亲家母耍微风 到了最后 亲家公说自己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他和亲家母两个人的退休工资 只有我们一个人多 所以孩子们结婚就指望我们家了 三老伴客气地说 都是一个子女 将来还不都是他们的 商量着来 不着急 你们想好了我们再举 谁知 亲家公一父老大派头 对我们家老伴说 你们都是高收入家庭 婚房就你们家出 我们贴补二十万 再给十万的彩礼 剩下的你们看着出吧 老伴站起来 客客气气地说 这是在商议 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 其实 老伴已经快压不住 自己的暴脾气了 这样的亲家实在太过了 即使真成为了儿女亲家 也不能常来常往 在回家的路上 老伴始终一句话都不说 女儿也看出我们不愿意了 我看老伴的样子 也不敢多说啥 只是告诉女儿 父母相处模式 决定孩子未来的择偶 和婚姻模样 我跟女儿说 她男友父亲今天的样子 就是未来她男友的样子 而她男友母亲的模样 就是多年后她的模样 如果她愿意 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 我们啥也不管了 女儿说她会考虑一段时间 我和老伴就再也没有 多说一句话 我觉得 如果亲家夫妻 平时不是这样的相处模式 就是亲家公 故意在我们面前立下 马威 但我看着他们的 所作所为很自然 说明平时 就是这样对待亲家母的 而亲家母 也习以为常 觉得自己就该这样照顾他们父子 女儿嫁到这样的家庭里 一定会受气 而亲家公最后的要求真的很过分 一副我穷我有礼的姿态 不要吃相太难看了 四 女儿思考了一周 告诉我们 她决定跟男友分开了 而且她还提出要搬出去居住 我和老伴 同意她搬到自己的房子里居住 但她每周至少 要回家一次来跟我一起吃饭 女儿说 结婚太难了 以前觉得男友家 也就是条件稍微差一点 从没有想过她父母的相处 会是这样的 而且 自此女儿提出分手后 她男友就在单位散播各种负面消息 说我女儿拜金 眼里只有物质 没有感情 还说我女儿娇生惯养 不是贤妻良母的样子 女儿很生气 分手见人品 幸亏还没有结婚 要是结婚了 才看清他们家和她的品质 离婚更痛苦 知道女儿的想法 我和老伴也认可她的做法 这样的家庭就是自己内耗自己 穷不是罪 心穷就太可怕了 生活里 有太多的男孩子家条件不如女孩子 但人家能够正确坦然地面对 能够跟女方家平等和睦地商议 而不是像女儿男友父亲那样 用高高在上的假威武吓唬谁呢 五 都说父母的相处模式 是子女未来与伴侣的镜子 所以 子女的婚姻大事一定不能马虎 亲家见面时 不要只听对方给的条件 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婚房和彩礼上 要多观察亲家夫妻的相处模式 观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氛围 和睦团结的幸福家庭 父母的相处必是坦然真诚 彼此相互谦让 而不是一个人一味地付出 其他人理所当然地享受 还觉得这是正常的家庭相处模式 千万不要为了物质凑合这节儿女亲家 要把眼光放长远些 多些人情事故的考察 少些物质方面的要求 必然能够找到和睦相处的亲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